主见见 这什么意思呢 主是很多 不是一样非民主 斜解越见 我们把它看错了 把它想错了 这个见字代表这个意思 为推离不当 推离有偏差 而呢 贫经分明 不是正经 见到一边 见到一边呢 你就做决定解 你就认为是真的 这叫戒 比如我们这个背盖 你看这边挖下去的 这一边凸出来的 两面不一样 看到这边人挖下去的 看到没有啊 这平地啊 这边人指着 这是我 那边人指 这是平地 你看个人就打架了 见到一面 没有见到全面 如果这翻过来时呢 哦 原来如此 世间人 看东西 都看着一面 没有看到完全 凡夫着想 不知道些 这是错误 啊 修定的人 修禅的人 学教的人 知道像是假的 啊 信是真的 执着了个真的 假的不要 也错了 为什么呢 不知道形象是一不少二啊 啊 所以今天科学家批评 最近三四百年科学 产生一个严重错误 就是 偏在一边 啊 这个错误就是二分法 带给我们 许许多多的灾难 二分是什么呢 八法分成两分 一分是物质 物理 一分是心理 你看 心理学 物理学 分开了 不知道心理跟物理是一意义 一体的粘密 啊 手心 手背 一体粘密 把它分成两个 麻烦出来了 啊 这最近三十年才发现啊 得利于量子力学家 把物质搞清楚了 物质搞清楚之后 是什么回事情啊 物质的基础 原来是念头的波动 啊 所以 这是真正之道啊 佛经上常说 相有心神 今天的物理学家发现了 告诉我们 物质 物质 确确实实 是意念波动 产生的幻想 它不是真的 所以得出总结 就是 世界 根本没有物质 这个东西 啊 它是假的 它不是真 啊 佛法 也开头告诉我们 是正观里头 第一个观点就告诉我们 物 啊 四 有心神 心造 啊 跟科学家发现的 完全相同 所以 物质更新 佛法将射心 射进了物质 决定不能分开 啊 心在哪里 心在物里头 物质在哪里 物质心里头 它是这个关系 原来 心就是物 物就是心 啊 这佛法 更深一层讲 是自信 自信 叫真心 啊 物质现象 是阿赖耶的 相分 阿赖耶的 境界相 是从心 变形出来的 啊 真正的根 是一年不久 这一年不久 从自信里头 就变现出一个阿赖耶 自信是真心 不久就忘心 忘心没有体 忘心从哪来 不久来的 啊 真心变现出来的 不久 它就变 久了 又恢复原状 那我们今天 恢复原状 就是圆满臣服 啊 回归自信 啊 把真心找到了 真心用死 就是福 就是法身菩萨 他们用真心 不用忘心 他们把他们都想感到 就像我们的